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哪里是秘密 这个是通天已经知道的事情了 已经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在我家那一幕 他可能还念念不忘 到现在他一直还是觉得 那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年纪打呼怎么说睡觉 就打呼啊 累啊累啊 然后每个人都会打呼啊 然后因为是秀环就说 他要找人同房 然后一个人不敢睡 然后回方姐说 我不要我打呼的 我不跟你睡 然后我就说找我睡 真的很累 我们那一趟 我就睡觉 然后我其实 姐姐你也打呼耶 哈哈哈哈 其实我没有觉得特别什么post 你一定要摆才是一定是ok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最早是找到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封面的那个杂志的过程里面 和每一次拍后面的感觉都不一样 跟合作的人的对象也不一样 所以不可以说特别挑一个 挑不到太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请点击这边 如果你想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请点击这边 还有到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跟留言 在下方